這個訊息的揭露 是透過媒體 你們不覺得有鬼嗎 這個事情叫做政治事件 不是政治核警 蔡英文主動說 應該建立一個政黨奧運動 這應該是賴清德對 柯主席說才對 這個叫政黨對政黨 如果今天你是國家元首 那個就會被你監督什麼 垂湖傳裡面招安 這種陰謀論就會跑出來 蔡英文現階段可以代表民進黨 現在握有真正未來關鍵角色 是賴清德 該不該公開會面 你覺得這個算公拍嗎 不公開 因為這是會後的發布 這怎麼會是公開會面 這完全是個黑箱 黑箱密室會 兩小時 為什麼我講公開透明很重要 因為當你不公開透明的時候 昨天發生第一個狀況 黃國昌老師為什麼很生氣 他不爽的不是見面 他不爽的是這個訊息的揭露 居然不是你們雙方揭露 而是透過媒體 而且我還去了解了一下 昨天下午2點多 就有媒體在問這件事情 你們是2點多才剛見完面 就有媒體來查證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們不覺得有鬼嗎 就是消息又出去了 那到底是誰在操作 當今天這個事情被拿來做新聞操作的時候 這個會面變遲了 這就是黃國昌老師昨天他不滿的原因 不過昨天因為雙方的新聞稿調性 其實還是一樣的 就是什麼四大共識嘛 但我發現一個特別不一樣 因為蔡英文的臉書都還是按照那個四大議題 可是你們主席的臉書不是談那四大議題 對 你們主席的臉書主要還多談了什麼 電價 多談了什麼居住正義 民生的議題 司法改革媒體改革有沒有 對 你們主席為什麼要多談這些 其實應該是有談到 但是他不是協議好公開的內容 所以沒有共識 所以我說為什麼要公開的原因 就在於說 當今天兩邊有共識 或者說兩邊願意公開的部分 是這一些的時候 那你就說那兩小時 難道你們只談這個嗎 然後就會出現很多陰謀論 就會出現很多陰謀論 而這個陰謀論 可能對民眾黨不見得是好事 比如說今天講的是藍軍 是不是520在談內閣 在交換 我說密室的討論會導致這個後果 你有沒有辦法有逐字稿 比如說這場會談有沒有錄影錄音 這個東西都是 我跟你講在政黨彼此的 或說這個所謂的 政治互信不足的狀況下 發生這種所謂的 會有人偷跑 會有人先把訊息放出去 就表示這個 這個事情叫做政治事件 不是政治和解 能夠促成這一場會談 真正蔡英文會起心動念 想要談的原因是什麼 民進黨在立法院國會沒過半嘛 所以談的這幾個題目 說穿了 勞保改革是戳 他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意思就是說 我沒有做了 8年我沒做了 接下來交給你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什麼強化社會安全 那個叫實事題 蔡英文主動說應該建立一個政黨溝通平台 但是關蔡英文什麼事 這應該是賴清德對 柯主席說才對 這個叫政黨對政黨 如果今天你是國家元首 你說什麼政黨溝通平台 是怎樣 那個就會被解讀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剛剛在會前 直播前也講了 水浮傳裡面昭安 哎呀 這兩個是很 宋朝皇帝召見宋江 結果我們都姓宋 我們是大宋 你是小宋 那不就變小綠了 對大綠跟小綠 所以我說 這種陰謀論就會跑出來 那這個對民眾黨好嗎 就是一個問號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拔河的過程 對 國民黨身為一個在野 他希望爭取民眾黨的支持 是因為有很多議題我們可以合作 就可以過關 同樣的民進黨也是 其實他心中一定有一把尺 而且因為你們黨團也很有智慧 尤其因為有這個 黃國昌總召 這個領軍 我相信 那個民眾黨不會召驚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今天 所以我講關鍵是在 你要觀察接下來的 比如說一兩個禮拜 民進黨 包括他們黨中央 包括他們的側翼 網軍 以及這些所謂的 民代 對民眾黨的態度 要認真觀察 比如說再繼續修理 那你們何必跟人家合作 那你這不就是熱臉貼人家冷屁股嗎 就是人家根本無心合作 因為蔡英文現在能代表民進黨 我只要問這個問題 蔡英文現階段可以代表民進黨嗎 我只要問這個問題就好了 現在握有真正未來關鍵角色的是賴清德 所以我才說你要對民眾來講 觀察賴清德的未來的態度 才是未來有沒有可能 政黨和解的關鍵因素 好 來吧